这是我居住的秘鲁的街区 非常的幽静 看上去很安全 也很干净 大多都是在独立小院的一桩桩房子 但里面可能会住多家人 所以我在秘鲁首都立马待得还挺安心的 主要是干净 我再也没有 我身上痒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一方面是因为吃了药 第二方面这边确实没有臭虫 跟跳蚤了 现在在街边找到了一家照相店铺 因为我的护照快到期了 所以要更换护照 但是电子照片不过关我自己拍 让我到正规的场所来拍 加上阿根廷签证也需要照片 所以我就把这两套照片一律在这里搞定 看吧 一到一个新的国家 完全就是处理各种琐事 跟普通生活没有什么两样 照片搞定 我真的是不一样了 怪不得哥伦比亚出京的小姐姐 再三确认我 又搞定一件事情 找到打印店了 我的护照首页和美国签证 备用份 还有我的银行缴款通知 领事APP上的审核最后通知的条形码单页 打出来快递 总共四份三块四元人民币 接下来就要去银行交费 不远处就有这个BBVA的银行的小分店 到这里来交款 不能用信用卡付款 只能去取钱 没有美金付他们的当地货币是82.03 我去找贵园机了 看看这里的 这里有Master 我可以直接在这里取 取400 手续费是25 不便宜 手续费6.25% 好贵 我又回到这个柜台来 那个小姐姐不见了 OK 她害羞了 完成了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这个银行缴费凭证 是需要一起快递的 到我下一个目的地 DHL快递 就在对面 那你 哎呀 这个门面这么小 不知道可不可以双向取证 啊 进去问问 好 刚刚刚她还搞错了 所以全部重新封装 重新打单军 重新填写表格 天呐我惊呆了 你知道快递费多少吗 而且同一个城市 这么近 我觉得我都可以打个车过去的地方 单程快递 我费了 单程快递25美金 双向我要付双向的费用 50美金 我付了当地货币 201 折合人民币 323元人民币左右 天呐我刚刚问她为什么这么贵 这是办护照的费用 还仅仅是快递的费用 她说这是快递的费用 在这地图快递费 就是这么贵 顺丰同城 也不过12块钱吧 往返也不过24块钱吧 4美元 50美元 哇 接近13倍 已经封起来了 最后回支单是两份 搞定了 快递使我贫穷 负责的事情能胜生利利就好 现在看官网上的时间是15个工作日 不知道这个效率是不是跟我们国内一样快呢 接下来我就去把我的油车打了 意识地走 换装 deliver passport 我终于来取我的护照了 其实是16号下午2点钟 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是可以来取了 但是周一跟昨天周二我都有事情耽误了 今天周三我得通通来把我的护照取了 要去办理签证 总体来说这个效率还是中规中矩的 先拿到我的新护照再说 待会儿拿到我的护照 到我住的地方以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此次办理海外焕发护照的流程和经验 他们接着要进来必须要脱帽子 不知道为什么 使了那么多国家披露的特殊要求双重口罩 戴上我的快递单 护照护营键 收了我的快递取件单和护照护营键以后 他让我填了一个表格 是取护照的表格 拿到了 哇 就是这一个 我先把它收好 先戴上我的帽子 我想说的是在我前面有一位跟我同一个时间出护照的中国同胞 他比我先来领取了 我现在先看看是不是两本护照 好 是两本 看了一下 没问题 护照的事情终于搞定了 我是10月22号开始舰上升级 中途因为材料的原因又补过一次 正好又遇到周末 所以10月26号才把我的材料快递出去 大使馆是10月27号下午3点多钟收到我的材料的 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下班了 而我的这个护照是11月8号签发成功的 但他们周四只是制证完成 没有给我快递出来 我就给他们写了一封邮件 写了邮件以后 他们到16号周一才给我快递书 虽然这个效率整体来说是非常持平的 但要是能再快一点就更好了 因为我看到他们美国的效率 最快的同学 一个礼拜 五个工作日七天就拿到了新的护照 在回去的路上我又忍不住要吐槽 地鲁的网络建设了 墨西哥 至少人家超市百货商场里面 网速飞快 哥伦比亚 至少人家给的数据包非常多 而且它的消耗速度也非常的慢 地鲁 连星巴克都没有WiFi 商场也没有WiFi 大超市也没有WiFi 几乎没有看到它有公共WiFi的地方 给的数据包流量又超少超少 别的家包超贵 然后消耗的速度又超级快 哎呀 现在我拿到我的护照 才能去新买一张卡 我现在手机一点流量都没有 疯了 退路建设2021年的11月18号 哥伦比亚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半 就在4个小时前 终于拿到了我的新护照 领事馆的老师们还贴心的给我弄了一个护照套呢 后面是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的指引 以及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不知道要不要打马太克 不然视频又会被限流疯掉 最近头条对我相当相当的严格啊 言归正传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海外南美这边 怎么来更换你的护照 当你的护照到期或者说夜晚 更或者说遗失的时候 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线上服务一体化 在国内已经深入人心了 现在这种办事效率也蔓延到了国外 从今年开始 全世界的中国大使馆 主流的中国大使馆 包括非洲的南非 都已经上线了我们自己的中国领事APP 在手机上任何商店都可以下载 图标如下 点开这个APP呢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功能 包括紧急旅行证 护照旅行证的更换 养老金 领事认证查验 还有你要去的目的地 现在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新闻和警告 包括外交部的热线 在里面你都可以找到 你看首页就是安全提醒 现在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索马里 都是警告大家 暂物前往 那当这一个中国领事APP上线以后 我咨询过的哥伦比亚和秘鲁 都不接受面签 因为我考虑是不是面签的话 时间会做的更短一点 所以在我进行线上申请之前 在哥伦比亚的时候 就提前咨询了 秘鲁领事馆的老师们 回复明确是 现在不接受任何面签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整个流程 整个时间效率 我是10月21号到达的秘鲁 当时是晚上就没有处理 10月22号 按照APP上的提示 一步一步的操作下去 上传完各种资料以后 等待老师审批 老师审批的速度非常快 那天是周五 我上午传过去 老师下午就给了我回复 说我照片不合格 于是周末我又去 我拍了照片 在周日的时候 通过APP把不合格的材料 重新上传即可 到了周一就给了我回复 我所有的材料都已经通过了 但是那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 等待复审 在这个阶段 你就可以根据APP上的提示 去到DHL的邮局 快递里所有的材料 当然快递的时候 首先你要去银行 把你的款项都缴清 再去DHL进行双向快递 做完所有以后 29号后台的状态就改变了 等待置证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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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 一直到11月11号上午 我后台的状态终于改变了 是移取证 当时是周四 我还想这么快 移取证是不是他就快递出来了 那我周五就去DHL去拿 当然这次是失败了 移取证是代表我这一个证 已经从制作证件的厂方出来了 并不是他给我快递出来 到了周六周日 我的物流还是没有反应 我就在周日的晚上给大使馆的老师写了一封邮件 查询我的物流情况 在周一的时候 领事馆的老师就给我回复 已经于当天中午快递出 周二也就是16号下午2点 我的快递就到了网点 网点的人会给我打电话 通知我过去领取 那从我上线填写资料做申请 到这一个新的旧的护照到达的网点的时间是26天 之前游写邮件过大使馆老师要等待多久 他回复我说是一个月 所以在南美这边等待护照焕发 或者等待护照补发的小伙伴们 做好心理准备一个月 那么比较快一点的话 就是三个礼拜 我有在网上看过论坛其他国家的小伙伴 他们的一个效率是怎么样的 目前看到最快的是美国萌城的 那位小伙伴 他就是在他所在的城市去申请 他的新护照换发 仅仅一个礼拜 他的护照就拿到手里面了 所以也要因国家因地区而已 还好我的护照终于拿到了 这段时间我哪里都不能去 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因为我没有证件在收 而且发现一个很有趣的 我的签发地变成了立马 签发机关是中国驻壁路大使馆 我还以为跟我的户籍所在地的地址有关呢 也算是一个有意思的经验对不对 我有一个海外版的护照了 还是南美的 但这个数字 这个号码数字不是特别喜欢 很难记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现在要去做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 就是申请阿根廷的电子许可证 究竟怎么申请阿根廷的签证 或者电子许可证呢 我们在下一期攻略相关的视频里 再和大家做分享